现在跟婆婆来带老三来医院 我老公带老大老二出去了 然后我又不能自己来带他来 今天阿姨休息 然后就把婆婆叫来 帮我抱着老三过来 然后这是第三天看杜琴 医生说哎呀多好了没啥事了 然后也可以洗澡 但是洗完澡的话得给擦干了 给他擦擦那个药膏 就没啥事了 然后周日的话休息 周一再来看一下 回家了又是这 咋的了 咋的了吗 穿衣服穿不上来哭 这袖出来了 哎呀就激到我的 最寒的一天了 这两次 我买了一箱火龙果 这还挺好的 新鲜了 在网上买的超市都没有卖这么新鲜 不过再刷碗 自从回来韩国之后 大家是不是看我的视频 觉得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 小老二要看杜琴 然后看杜琴还发生车祸 我也觉得是 但是也有姐妹说 哎呀小老三是福宝 然后那个再保佑妈妈 其实我也觉得是 只要人没事 啥都是次要的 钱乃身外之物 那车撞坏了 修就完事了 项链丢了 再摆就完事了 是吧 钱没了再挣就行了 人在就行 孩子没事就比啥都强 大家都在责备我 说你怎么那么不细心 给孩子那个杜琴都弄出能了 那个就是 因为在美国的时候 那个阿姨看的时候 都是好都没有什么事 就是坐了那么长时间飞机 而且我老公一直在抱着他 我就感觉是他那个衣服呀 蹭了他那个杜琴 然后也弄出血了 然后没注意就流能了 然后大家都说别让我工作了 然后好好的看孩子 其实真的不是工作耽误了多少事 我回来的话也就直播了一次嘛 准备的话也都是后台的人 帮我准备 准备 然后就是大家一想 我给你们讲一下 就是我每天早晨起来 给他俩做晚饭 因为老大老二要上学去嘛 在学校吃的也不好 在家的话 我这人就是操心的命 总想着都在他们吃点再走 人家他爸每天都在他们 准备牛奶面包啥的 我就起来非得给人煮个鸡蛋 给人切个水果 逼着人家吃完再走 然后呢 这一上午一会就结束了 一会结束吧 你一会喂奶的时间就过去了 到下午两点 我就要去接老大 接完老大之后 给他送补课班 送完补课班回来的话 就是你来回接送 基本上就到了五点半 这个就是政府补助的阿姨嘛 他就到五点 五点半下班 就是只要你进家门 他就立刻穿衣服赶紧走 都不给你做饭的时间 所以每次我接完他俩回来之后 我还得给他俩做饭 做完饭了之后 我真的就是累的哈 我就没有 我连饭都不想吃 然后我老公也是公司 两个多月都空着嘛 有很多事要处理 他每天都七八点才回来 我就争取带着他们仨 能挺到八点 然后我老公一到家 我就赶紧上床 我都不给我老公做饭 最近的话 我老公我们俩都吃不好饭 所以我看他也挺可怜的 你说 回来吃不上饭 然后立刻就得看孩子 所以就注目着 因为我虽然没干啥 重活累活 但是这个时间 从两点到五点半的时间 然后从五点半 我再做饭 到六点半的这个时间 这中间的时间 来回在屋里乱跑 或者开车乱走 就是非常费精力 然后我就觉得 浑身都不得劲 就更没有时间 仔细的去看小老三了 所以大家 所以这个时候有点后悔 哎呀 为什么整这么多孩子 真的是啊 你要是家里没有人帮忙 最好还是少生 我们俩胆太肥了 整三个还没人帮 没人帮你说 就是应了那句话 老大照书养 老二照猪养 老三活着就行 别 别 别 不那么仔细了 今天白天 谁都没有在家 然后就我和三个儿子在家 我想睡会儿觉 然后这老大和老二 就在那帮我看着老三 哄他 因为老三往这一躺 他醒了 他就开始更子更子的 但他不哭 他就老发出那种声响 然后老大老二拿着玩具 就哄他 跟他说话 然后握他手啥的 幸好这小老三 比较听话 要是像其他小孩 没事就哭 闹的 我是真有点受不了了 估计我也得得产后抑郁了 他还是挺听话的 因为这政府补助的阿姨 她就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既不收拾卫生 也不帮做饭 衣服也不会给洗 所以我就今天 面试了一个住家的阿姨 她下周应该会来我家 就开始做了 这样的话 我应该就会轻松很多 我老公也说 你让你爸 你后妈来家里要强多了 然后也不用我妈这边照顾 就咱俩家谁也别对啥 咱就努力挣钱 谁也别指谁 咱俩想要的孩子 咱俩给他养大 就是辛苦这几年呗 反正就是两三年 等他上像金老二这么大 就好了 能走能颠能跑的 加油 以后的日子 还需要各位姐妹 多多见单代王 不要批评我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